前面這個P群記 就是這一段講的這個阿賴耶識 那你 聽不懂的話就算了 你只要記住這個 演示的所依有三個 那第一個是具有依 就是眼根 然後等如間一 就是眼四的前一剎弩的 過去式 那第三個是種子一 種子一呢就是阿賴耶式 你就記這個眼四的所語有這三個 一個眼根 那一個是 前一剎弩的眼四 那一個是眼四的種子 就是要有這三種 然後眼四才能升起 那這個阿賴耶式呢他 有陰 有陰相果相 還有種種的差別 這個就是 可以看這個色大稱論 裡面講的比較詳細 如是略說二種所依 為舍 非舍 那簡單講呢剛剛講 這個所依呢有三種 這裡呢他就把這三種的所依 歸類成兩種 一個是色一個是非色 就是屬於 一個是屬於色這一類的 那另外 兩種呢是屬於非色這一類的 眼四色 魚非色 眼呢就是眼根 眼根呢他是屬於色法 就是這一類的一子呢他是色法 那 魚非色呢 就是另外那兩種 等無間一 跟種子一 因為等無間一呢是過去四嘛 那 種子一呢是阿賴耶四 那這兩種呢是四 他是屬於心法 那就不是色法了 如四略說二種 所依等者 前所所依具有三種 金色筆類 顧略說二 前面講有三種 那現在就把它分成兩類 一色所色 二非色色 如五運中 初運 色色 與非色色 這樣子 五運呢 色受想形式 第一個是色法 那其他呢受想形式 他就不是色法了 此 此意如是 這裡也是一樣 於所依中 眼為 非具有依 他是屬於色運所色 亦呢 為等無間一 阿賴耶四呢 是種子一 這兩種呢 皆非色運所色 他是四嘛 他是心法 由是故 所眼是色 與非色 所以是這樣子分類 貴顯有色 無色法類差別 是故略說二種 所依 就是為了顯示呢 他的所依有這兩種差別 那這個就是 前面講的 就是這三種 那前面講這個 具有依 等無間一 種子一 他只是列出他的名字 是什麼 那下面呢 就是講出來他的體 體性了 炎 為四大種所造 炎是所依盡則 無間有對 這個炎呢 就是 就是這樣子 怎麼叫做炎 是四大種所造 這個四大種 就是地水火風 這個叫做四大種 四大 這個 一般講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風 那這個種呢 怎麼叫種 這個 這個 一切的色法 都是由這地水火風 所造出來的 所以這個四大呢 它是 它是陰 這個種也可以叫做陰 一切色法的陰 就是色法要由這個四大 它才能夠產生 那 為四大種所造 那這個 這樣講的 這個地水火風 就是能造 那這個 眼根呢 就是所造 那這就是一個 眼 為四大種所造 就是一個 那眼是 所依盡則 這個呢 所依嘛 眼是所依子的 那 那見者 是親近的色法 那這樣講的這個眼就是這兩種 由這兩段的定義 就是叫做眼 眼根 一個是四大種所造 然後呢 又是眼是所依的親近者 這個就是眼 那 這個無見有對呢 就是它的 它的類別 這個色法呢 它有很多種類別 就是 就是 有見有對 無見有對 還有一個無見無對 有這三類 那這是其中一類 那這樣講呢 看這個P群記 眼為四大種所造 眼是所依 見者 無見有對者 眼是其名 舍是其體 這個眼呢 眼是它的名稱 那 我們講眼 眼根 這個眼是它的名稱 那它的 它的體呢 體性是什麼 就是色法 色是其體 這樣子 那眼明雲合 這個眼的名字是什麼意思呢 屢官眾舍 官額覆舍 顧名為言 就是它一次又一次 屢 一次又一次的去觀察這個一切的色法 可是呢 觀察之後呢 它就氣捨掉了 這個眼的作用也是一刹挪的 這個 一刹挪一刹挪 所以它一次又一次的去觀察 可是觀察之後呢 它就氣捨了 這樣子 那顧名為言 這個眼呢 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如下異地式 這個下面呢 第三卷那個地方 就會解釋 那它這邊有一個 瓜壺 就是林本 三卷十五頁 這個林本呢就是 瑜伽斯蒂倫有一個版本 它是木科版的 那木科版的話呢 就是稱作林本 它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呢 它是 這一段話呢 眼明雲和 到 雛名為言 這幾句話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有 出現 這樣子 從這個地方引出來的 那這邊有一個 阿拉伯數字 254 就是這部 書 的葉書 所以你以後如果你看到這個地方呢 那個 瓜壺 林本 某某卷某某葉 然後後面有一個阿拉伯數字 你就可以翻到這個地方 翻到254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這句話 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講解釋這個 眼 眼的 意思是這樣子 呂觀仲舌 官額覆舌 這個就叫做 叫做眼 那 色體雲和 當之眼根 唯彼所色 這個眼根呢 它是屬於 色這一類的 那可是呢 還有很多種差別 這裡 此有多別 未顯 戒色 事故 縮嚴 四大種所造 這個戒呢 戒就是因 戒是因的意思 那這樣講呢 這個 眼根 它是色法 可是呢 是 哪一類的 那為了顯示它的因 這一方面的 那所以說 四大種所造 它是地水火風 四大種所造的 這個是 地水火風 明 明 四大種 這個是 一切 一切色法 都是由 四大種 所生出來的 色香味醋 給予 深言 明辭所造 一切的 一切的色法 你所能夠看得到的色法 不管是 舍 身香味醋 或者是 眼耳鼻舌生 這些種種的色法 它都是由四大種所造的 這樣子 那為顯 相色 那它的相貌是屬於哪一類呢 雖然是色 可是它還有種種的相貌 事故說眼 眼是所宜 近舌 這個 近舌 就是 眼耿呢 眼耿它 是親近舌 它是屬於親近舌的 它的相貌是親近舌 那這個親近舌呢 不是我們能夠看到的 我們比如說 我們都是說是眼睛 但是呢 眼耿不是指眼睛 這個 眼耿呢 它是 經緯的 四大種 特別經緯的 精緻的 這個四大種 四大種呢 它有細有粗 有分兩種 一個是粗的四大種 那一個是細緯的四大種 雖然都是四大種 地水火風 但是有 還是有差別 那這個眼耿呢 眼耿 生起這個眼耿的 這種四大種 它是 經緯的 比較微細的 比較親近的物質 不是我們看到的這些 這些 比較粗顯的 那這樣子來講呢 這個 經緯的四大種 就不是我們能夠所見的 我們是看不到的 那這樣子 這樣子呢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眼睛呢 它不是眼耿 它只是 保護眼耿的一個物質而已 就是叫做浮耿層嘛 它是 保護眼耿的 一個物質 它本身不是眼耿 那有人說呢 這個眼耿呢 是所謂的視覺神經 那其實也不是 因為它是親近蛇 就是我們肉眼呢 是沒辦法看見的 那你所看見的這個眼耿啦 這個眼睛啦 或者是 種種的有種種構造 那這只是保護眼耿的一個 一個物質而已 它是粗的 那這個眼耿呢 它是細微的 精緻的 四大 那這樣的四大呢 是親近蛇 就是你看不見 就是你要有 像 佛菩薩這種親近的天眼 它才能夠看到 這樣子 那反覆的肉眼呢 是見不到的 這樣子 所以說 未顯相色 事故縮嚴 眼視所依近蛇 眼視要依止在這個親近蛇 它才能夠看見 它才能有作用 就是粗顯的四大呢 是不能夠成為眼視的依止 皆如抉擇分說 那這一段呢 你剛剛看到這個 未顯戒色 事故縮嚴 四大種所造 這些這幾句話呢 都是在抉擇分裡面 講出來的 那未顯類色 事故縮嚴 無見有對 那麼現在說呢 同樣是色法 可是呢 它還有很多種類別 那現在呢 為了顯示它的這個類別 所以說它是屬於 無見有對 那這個呢 這個 無見有對 無見就是你眼間 我們所不能看見的 叫做無見 這一類的舍法 是你不能看見的 叫做無見 就是粗顯的 粗顯的色法 你可以看見 比如說你看見這個桌子 這個椅子 這個書 或者你看見這個身體 看見這個眼睛 這個呢 都能看見 但是呢 它這個親近的色 眼根 是你所不能見的 你看不見的 就是你用顯微鏡的話來看 那也是看不見的 那這一類的色法 就叫做無見 那有對呢 這個有對 可以先翻到這個 十一頁這裡 十一頁這裡它有引這個 有見有對這個 這個文 那這段文呢也是在 抉擇分那邊講的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始終有見 有五種項 見立差別 什麼叫做有見 它是 這五種項 為賢舍顧 行舍顧 表舍顧 眼 近戒顧 眼視所緣顧 就是賢舍 行舍 表舍 這個後面會講到 眼境界 它能夠成為眼根的境界 眼根能夠圓律的 那還有眼視所緣 這個就 都叫做 有見 那相反呢 就是無見 就是你看不見的 也不能成為眼根所緣 也不能成為 眼視所緣 那這一類的色法 就叫做無見 那有對呢 這個有對也是 有五種項建立差別 一 各聚 別處 而安住故 就是這個色法 升起來之後 它就佔據一個地方 一個處所 然後在那邊安住 這個就是有對 對 那二 余余色 容壽 余余色 社聚 容壽 往來等夜 為障礙故 這個色法 升起來之後 它就佔據在一個地方 那佔據在這個地方呢 你其他的色法 它就不能過來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被你佔據了 就不能再容納其他的色法了 就是這樣這個意思 那往來呢 你佔 這個色法升起來之後佔據在這個地方 你就不能從這邊通過 比如說這一道牆 它佔據在這個地方 那你 其他的色法 你就不能從這邊經過 它能夠障礙這樣子 障礙其他的色法 來佔據這個位置 或者從這邊經過 這個就是有對 那第三個呢 為手足 快刀杖等所處 便便壞故 這個色法升起來之後 比如說你用手 或者用主去破壞它 或者用刀 用杖 或者用其他的 這個筷指的是石頭 石塊 你去破壞它 你去接觸它之後 它就會被破壞了 那這個也叫做有對 那第四個呢 一切皆為 諸親近舍 之所取故 這個親近舍呢 指的就是 根 眼根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眼是所依近舍 親近舍 他能夠成為這個眼根 所取的對象 那所以叫做有對 那第五呢 一切皆為 一切皆為依親近舍事所源 就是 這個親近舍事 就是眼事 剛剛講親近舍 是眼根嘛 那親近舍 眼根所生出來的事 就是眼事 那這樣子的話 他這個色法生出來之後 他能夠 為眼根所取 能夠為眼事 所源 這個就是有對 那這邊講呢 有對就是包含這五個意思 從第一個到第五個 這五個意思合起來了 就是有對 那我們回到第八頁 他這邊講呢 眼 他是無見有對的 他是屬於這一類的 就是你不能看見 可是有對 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呢 就是說 這個這樣的色法 他是 親近舍 是你 凡夫的眼 這個肉眼所不能看見的 所以是有 所以是無見 那有對呢 他也是 占據一個處所 那他在這個地方占據之後 他也能夠 障礙其他的色法 在這裡生存 在這裡占據一個地方 那 這樣的色法 親近舍 他 被 其他的東西接觸了 他也就會破壞 那他本身呢 他也能夠援取一切的色法 那所以是有對 就剛剛 剛剛十一頁那邊 講的 這五個定義嘛 所以 這個親近 親近的色法 這個眼 他是屬於無見有對 那這個 這個有對無對 你可以再看 這個補充資料這一張 他這個引的是 大筆菩薩論 他說因之有對總有三種 一個是障礙有對 一個是境界有對 一個是所緣有對 有這三種 那障礙有對是什麼 就是說 譬如 以手及手 以手及 及石 或者 石頭去打這個石頭 就是 剛剛講的這個 因為他有佔據一個處所 然後他本 本身呢 這個色法 他就會障礙其他的 色法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個叫做 障礙有對 這是第一個意思 那境界有對呢 如 眼根等有諸境法 眼根呢 他有他的境界 那他的境界是什麼 就是 這些色 色法 是眼根的境界 各於 自境界 有所 居愛 如是名為境界有對 這個居愛呢 一般講 我們的眼根 我們的眼視 就是 你 你有自己的境界 眼根的境界是 這個色法 他能夠 這個色法 是眼根的境界 那 他就不是 耳 耳的境界 耳 耳根的話 在這個色法 他不能產生作用 那一般講的話 這個叫做 居愛 但是他這裡不是這個意思 他這裡的居愛呢 是和會的意思 和合在一起 彼此相會 那就是說 你的眼根 跟這個色的境界 他合合 匯合在一起 那這叫做居愛 是和會的意思 那所緣有對呢 如心心所 有所緣法 各於 自所緣 有所居愛 如是名為所緣有對 那這個所緣有對呢 就是心心法 心心所法的所緣 前面的境界有對呢 是根的所 的境界 那這裡的所緣有對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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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境界 這樣子 前面講的是眼根嘛 那這邊的所緣就是眼視的境界 就是有這個差別 那這樣也是一樣 就是說 這樣的捨的境界 對於 這個 眼視 它有所居愛 就是 你的 你的眼視 唯有在這個 色法 才能產生作用 離開了色法 你的眼視 它就沒有作用了 所以這樣來說的話 這個色法 對於眼視 它是有居愛 那剛剛講這個 境界有對也是一樣 這樣的境界 唯獨對於眼根 才有作用 你的眼根 如果沒有這個 色的 色法的境界 你的眼根就沒有作用了 那這樣子的話 後面講的這個 身 相 畏觸 身的話 它是 這個耳 耳根 耳視 它唯獨對於身 才有作用 如果 越過了這個身 它就沒有作用了 那這個 居愛就是 還是有這個意思 所以呢 叫做 一個是障礙有對 一個境界有對 一個所緣有對 那這個是大彼菩薩論 裡面所講的 就是這個 有對 有這三種意識 那一般來講的話呢 就是 障礙有對 這個色法 它能夠障礙其他的色法 你不能夠穿越它 它佔據這個位置 你不能夠 在同樣的地方 去 去佔據這樣子 那這樣子呢 就是 有對 那下面這個 據捨論呢 跟 下面這個 其實也是一樣的 我們就不看了 好 那這樣講的就是 炎 為四大種 所造 這個就是它的音 那 炎是 所欲盡舌 就是它的相貌 那無見有對 就是它的類型 這個就是炎 這樣子 那這樣講的就是 四大種所造 它是地水火風所造的 好 可是是經緯的 地水火風 不是粗顯的 那 掩飾所欲盡舌呢 就是說它的相貌是 清淨舌 好 就是不是粗顯的 因為它是經緯的四大所造 所以它是 清淨的 那無見有對呢 就是它的相貌 它是不可看見的 可是呢 它又是有對 這個對呢就是有一種 障礙的意思 就是它在這個地方生存 那它本身會障礙 其他的設法 這樣子 簡單這樣子 這樣子講 那這個 P群記所講的這個 界色 相色 類色 這個都是 從這個 抉擇分那邊引出來的 那這樣子 講的這個就是眼 眼的體性就是這樣子 那第二個呢是意 意 為眼是 無間 過去是 就是眼是 可是它無間呢 這個眼是生起了 之後 它一刹弄就滅去了 那 滅去之後呢 就叫做過去是 因為它已經不存在了 它本身是沒有的 沒有的這個法 但是呢 給它安立一個名字叫做過去是 這樣子 那看這個 P群記喔 也 亦 亦為眼是無間 過去是者 為此 差 挪眼是現行 於所言盡 於所行盡 由所了別 是名為是 這個是呢 生起來之後 它是有作用的 那它的作用呢 它就是能夠 於它所行的境界 可以去了別 那這個 這樣講的話 這個就叫做是 若 謝滅已 無所了別 因不明是 但是這個眼是呢 滅去了之後 它就沒有了別的作用了 已經滅去了嘛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不應該就叫做是了 唯可假說明過去是 但是呢 就是給它 安立一個名字 叫做過去是 然由 說中無無間隔 不葬 現世相敘而生 但是呢 它這個過去是呢 雖然滅去了 但是呢 它對於後一刹挪的事來說呢 它是中間沒有間隔的 前一刹挪滅去的事 跟後一刹挪 生起來的事 這兩個中間是沒有間隔的 那不葬 現世相敘而生 就是前一刹挪滅去的事 它不會障礙 後一刹挪 的事生起 此過去是 轉名為意 這個過去是呢 就叫做意 這樣子 這個意就是有這個 這個意事 就是過去事 那就包含 前五事嘛 眼耳鼻舌生 就是不管是哪一個事 它的過去事都叫做意 那它是 不會障礙 後一刹挪的事生起 如果它如果不滅的話 後一刹挪的事 它就不能生起 就是因為它滅去了 所以後一刹挪的事 才能夠生起 能與現世為依止故 那因為前一刹挪滅去的事 它沒有障礙後一刹挪的事生起 所以呢 它能夠讓 這個後一刹挪的現世 做生起的意旨 這樣子 即依此意 得此意名 那就因為這樣的 這樣的道理呢 所以呢 就叫做意 給它這樣的名字 那這個意呢 剛剛講有意旨的意識 一個是思量 一個意旨 那這邊呢 指的是意旨的意識 那麼這個意的體性就是這樣子 剛剛講 等無間意 叫做意 那現在這邊就解釋 什麼是意 就是無間 過去是 就是這一個事 滅去的 就叫做意 然後它能夠不障礙 後一刹挪的事生起 那第三個 一切種子是 一切種子是 無死時來 要著細論 熏習為因 所生 一切種子 意所事 這個一切種子是 還有一個是 阿賴耶事 那這邊又講這個 義手事 就是有三個名字 那其實呢 它的 體是一樣的 指的都是同一個 第八事 阿賴耶事 那這個阿賴耶事呢 它是怎麼 怎麼出現的 就是 它也是由種子而來 就是阿賴耶事 也是由阿賴耶事的種子 所變現的 那可是它這個阿賴耶事 它是怎麼去熏習的 它這邊就講了 為無死時來 要著細論 熏習為因 就是 從無死節以來 就是凡夫呢 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喜歡 這個細論 要著這個細論 喜愛這個細論 然後因為 因為這個喜愛這個細論呢 它就會熏習 那熏習之後呢 它就產生了一個種子 那這個種子有什麼作用 就是 起線形的時候 它就是 你的義手 你的果報 那等於說我們 人的果報 這個阿賴耶事這個義手事 就是由這個 細論的 這個 因 所產生的 那它這個就是 一切種子事 那這個要著呢 就是因為你愛要歡喜 然後 才會執著 那你一旦執著之後 就是會被它所綁住 你就不能脫離 這樣子 那這個後面會講到 看這個批旋記 一切種子事者 此事前說 種子所依 這邊講的這個 一切種子事呢 就是前面講的這個 種子依 也就是 也就是阿賴耶事 當之即是 阿賴耶事 他這句話的意思呢 因為有的 在有的 論 它是把它分開的 就是種子歸種子 然後阿賴耶事歸阿賴耶事 是分開的 那像這個 印順導師講的 就是 你不能把它分開 就是 種子呢 它是 人生的功能 就是 其實呢不是說有 什麼一顆一顆的種子 它只是比喻 它是就 阿賴耶事 裡面能夠 人生的功能 來比喻 說它就叫做種子 那這個種子呢 你不能離開阿賴耶事 來談這個種子 它是包含在一起 所以它這邊講 非離阿賴耶事 別有一切種子事 你不能把它分開 前後二文 或略或廣 更富 淫顯 亦乃圓滿 前面講的這個 種子依 我們剛剛看這個 第五頁那個地方嘛 種子依 為己此一切種子 直受所依 一手所舍阿賴耶事 它是前面 講的是這句話 那後面呢 它又講一切種子事 那是兩段嘛 那本身呢 它意識有略有廣 但是你要兩個 兩段文要配合在一起 它的意才會圓滿 你不能只看前面的阿賴耶事 或者看 這一段的一切種子事 就是兩段要互相 配合著看 前文為說一切種子 而畏俱原 比種子音 前面 雖然講種子依 是阿賴耶事 它有講到種子 但是呢 沒有說種子是怎麼來的 沒有說這個種子的音是什麼 那這一段呢 講的是一手式 但是呢 但是呢 又 而畏俱原 直受所依 但是呢又沒有 前面講的這個 阿賴耶事 這個直受 種子 直受這個身體 的這個意義 的這個意義 由此 二文前後隱顯 乘種子依 意的圓滿 就是你前面這兩段 一個 講的是意手式 一個講的是阿賴耶事 就是這兩段要配合起來 那這個種子依 的道理才會圓滿 那這一段文你可以 把它略去啦 不要 不要看 你就知道 種子依就是阿賴耶事 那阿賴耶事呢 你要講種子 你不能離開阿賴耶事 你只要記住這個就好 阿賴耶事和種子 一切種子是 配合的 雖有誓言 阿賴耶事非極種子是 然非此義 這個有的地方呢 他是說 一切法的因 是 種子 是由種子生的 那阿賴耶事呢 他只是圓而已 因為阿賴耶事 他能夠持這個種子 所以阿賴耶事 他不是因 他只是一個圓 他是把種子跟阿賴耶事 分開來看 所以他 他就會講 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阿賴耶事 不是種子 不是種子式 但是你不能這樣分開 然非此義 但是他不是 不是這裡要講的道理 以此為 是種子依故 因為這裡 只是談這個種子依的問題 社大乘是 阿賴耶事 這個社大乘論裡面講的阿賴耶事 依色常 依 顯因果別 以依種子 差別說故 這個阿賴耶事講的這個種子的道理 他是根據這個色常的意義來講的 那由這個色常諸法的因果 和差別 就是說 種子 他是一切法的因 可是呢 他升起現行之後 又為現行一切法所宣習 那他又為一切法的國 他有因有果 也是由種子來建立的 由是當之 此一切種子是 即是 前說阿賴耶事 就是 一切種子是 就是阿賴耶事 不能分開講 曰 曰 阿賴耶事 為 說明 一切種子是 說明 一切種子是 余教 余裏 無相為師 就是你根據阿賴耶事的 這個結尾 他受果報之後 就叫做一切種子是 可是呢 在因的方面呢 你可以叫做一切種子是 你這樣講 說他是一手是 說他是一切種子是 對於這個教理呢 都沒有違背 那等於 從這裡到前面這幾 幾段話 就是 他只是在講 博斥這個阿賴耶事非種子是 的說法 這樣子 那這個就不要管他 父次 阿賴耶事 先業所引 便亦成熟 這個阿賴耶事呢 也是由過去的 因 過去所熏息的因 所 引起來的 那便亦成熟 就剛剛講的這個 亦熟 便亦而熟 就是因 因要便亦的時候 這個果呢 他才會生起 才會成熟 所以叫做便亦而熟 那誰所深處 亦 亦自體中 能持三界 亦體種子 誰所深處呢 就是 隨於你 隨你在任何一個處 深處 比如說你現在在玉界 那或者在舍界 無舍界 不管你在什麼 哪一個地方 三界六道 不管你在哪一個深處 這個意思 誰所深處 亦自體中 能持三界 亦體種子 不管你在什麼深處 你在舍界也好 無舍界也好 或者在玉界也好 你在你的果報呢 你的果報寺呢 這個阿賴耶事呢 他能夠認持 三界 三界 亦體種子 比如說你今天在玉界 那你的這個阿賴耶事呢 他裡面有 攝持了舍界的種子 跟無舍界的種子 那也有玉界的種子 那你今天去了 舍界了之後 在舍界的阿賴耶事 他裡面也是有 玉界的種子 跟無舍界的種子 是這個意思 由是說遠 一切種子 亦收視 就是 三界的種子 不管是在 不管是玉界舍界無舍界的種子 那不管你在什麼地方 他都會攝持在阿賴耶事裡面 所以呢就叫做 一切種子亦收視 這樣子 此一切種 且說有肉 不說無肉 他這裡呢 說的種子 他是說 姑且說是有肉的種子 這裡就是不講無肉種子 這個無肉種子呢 就是我們 之前提到 在 瑜伽斯基論裡面呢 他說的是無種種性 那就是本有的 你本有了 無肉種子 那到了色大稱論之後呢 他就不一樣了 是新薰的 就是你要靠後天的栽培 你才能夠有無肉的種子 那他這邊呢 就不講無肉 單講這個有肉的種子 事故更說 無死 時來 細論 熏息 為其聲音 這個 有肉 有肉的種子怎麼來的 就是因為你無死戒 無死戒以來 由這個細論去熏息的 而來的種子 這個是有肉的種子 細論種子 那雲和細論 這裡就講什麼叫做細論 為直我者三 紀巨型 這個三紀呢 就是過去 現在未來 叫做三紀 那直我者三紀巨型 就是 凡夫呢 就是有這個我值 過去 現在未來 就是有這個我 那這個我呢 就是於 這個 舍受想形式 裡面有一個 常恩柱不便意的 這個我 直早有我 那這樣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細論 你直早 本來是沒有我的 但是你卻直早有我 那這樣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細論 為我為有 或為為無 這個我是有呢 還是沒有 就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你不了解這個 一切法的真實意 所以你就會有這樣子的 思想 這個我是有呢 或者是沒有 像這個外道 它有種種的見解 有常見 有斷見 那或者說你說 為我為有 直早這個我是有的 它是長恩柱不便意的 過去有 過去的我 現在 有我 未來有我 都是有 這個是 或者你可以說它是常見 那或為為無 這個可以說是斷見 就是 我這一期的果報 這個我死了以後就沒有了 就是外道當時就是有很多種 這種見 六十二見 種種的見解 那這樣子來講 這個 就是 我見的種種差別 或 為我為有 這個有呢 或者是無 就是 我是有呢 或者我是無呢 就是有這樣的思想 那又於諸法 只有實性 或為為為義 或為不義 那這樣子呢 它 又有一種 就是 於一切法 它只有真實 就是執著一切法是實有的 那這樣子來講的就是 這個 法 和法的真實相 是 一呢 還是義 這樣子 一切法的真實相 或者我們說是真如 這個法的真如 和這個法 是 一呢 還是一 是同樣一個呢 還是不一樣呢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這個都是細論 就是你執著有我 或者執著這個一切法 有實性 這樣的話呢 這個都是細論 由我執著 由我執著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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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都是細論 那這樣子的分別 那這樣子的分別呢 都是由於你不正思維 就是邪思維的 由邪思維然後有種種的虛妄分別 這個分別呢 這個分別呢 是虛妄的 不真實 就是由不正思維 虛妄分別之所發起 為什麼會有這些細論 都是由這個不正思維 所發起的 那就是 這樣來講的話 就是你不明白這個真實意 所以你就會有這些種種的 虛妄分別 就是 我是有呢 我是沒有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分別呢 能引無意 不能引益 這個意呢 可以說呢 就是 利益 這個這件事情能夠讓你得到利益 就叫做意 這個利益呢 不是我們一般講的 就是 這些世俗的利益 就是真實的利益 那什麼是真實的利益 就是涅槃 能夠讓你得涅槃 這是合乎道理的 這個就叫做意 那相反的就是 就是無意 那今天你 我們這樣子 無始節以來 因為你種種的 這些細論 種種的這些 虛妄分別 種種的這些不正的思維 而引起來的 這些細論 種子 那這個呢 他能夠 升起 無意 沒有利益的 那這樣來講的話 就是你就是 還是一樣六道輪迴 那不能引益 不能夠讓你得到涅槃 這樣子 事故說比名為細論 這樣子 這個細論呢 就是有這個定義 能引無意 不能引益 這個就叫做細論 那如是細論 無始時來 愛餵要早 顧名 愛要餵早 顧名要早 這個細論呢 是無始節以來 就是 因為你歡喜 這樣的細論 那你餵 就是 它本身呢 是 是沒有 沒有 它這裡就是講這個 胃 胃道嘛 它本身不是 不是好的 但是你認為它是好 然後 比如這樣去執著 顧名要早 因為你歡喜 然後你認為它是有味道 未早嘛 那常識 竄習 顧名 訓習 就長時間這樣子去 竄習 一次又一次的 去 訓習這個 細論的事情 一次一次的去分別 是有 我是有呢 我是沒有呢 或者這個一切法呢 是有真實性的 這樣子 就是你常識起這樣子 就叫做訓習 那個 依此 訓習 彼種得生 就是因為你一次又一次的這樣子 虛妄分別 分別這個 這些細論的事情 就是這個 我見法見的這個事情 那那麼你這樣訓習之後呢 就是 會訓習種子 四極所謂名言種子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們一次一次的這樣子 這些虛妄分別 所得到的種子呢 就叫做名言種子 言益守者 由業現行 彼種得生 這個益守呢 就是 由業 而來的 就是你有照著這個業 然後 同樣的也是訓習的 然後所以就是 彼種得生 訓習的這個種子出來 那麼彼種生 以見識變異乃至成熟 這個種子 一旦出現之後呢 它就會 變異 剛講的這個異熟嘛 它就是一直 逐漸逐漸的變異 乃至到成熟 業的種子 四級所謂業種子 那麼這個就叫做業種子 由造業而熏悉的種子 是業種子 那 由虛妄分別這些 序論的事情 所熏悉的 就叫做名言種子 由此名言及業種子 於憲法中 能生憲刑 這樣子的名言種子跟業種子 它是種子 可是它能夠生起憲刑 憲刑生以 還熏彼種 那麼 這個種子呢 生憲刑之後呢 它又會熏悉 比如說你這個名言種子 一憲刑之後 你還是一樣去虛妄分別 你本來虛妄分別 熏悉的種子 然後又 現行之後 你還是虛妄分別 那 虛妄分別什麼呢 還是一樣 我是有呢 是沒有呢 還是一樣 分別這些事情 就是你還是一樣 執著這個 我是有的 一切法是實有的 這樣子 如是輾轉更戶為因 成就流轉不惜道理 就是這樣子 你就是 種子生憲刑 憲刑又熏種子 那種子呢 還是一樣生憲刑 就是這樣子一直流轉 那這樣子 沒有止息的一天 反覆就是這樣子 由 明言種子 葉種子 一直這樣熏息 然後又產生憲刑 憲刑之後又熏成種子 就是不斷的流轉 這樣子 就是沒有 脫離的一天 未顯此意 事故所言 一切種子 亦熟事 就是為了要 顯示這個道理 所以就說 一切種子亦熟事 這樣子 那麼這一段呢 就是解釋這個 種子一 是一切 阿賴耶事 是一切種子事 那一切種子是怎麼來的 就是因為你喜歡這個 泡藥這個 細論 就是你 無始節以來 就是喜歡這個細論 那什麼是細論 就是這樣子 由這個細論 熏息而來 那這樣子的話就能夠 產生一切這個虛妄分別的事情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要把你先講到這裡 好嗎 而且我們先講到這裡 這是一個細論 我們先講到這裡 然後這裡 它就是很細論 我們先講到這裡